在更多的考古發現前,雙朝一度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古老的王朝 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在雙朝前就已經產生了更為悠久的文明了 最隨前輩學者足跡的是羅振玉和王國偉 他們通過調查後發現龍骨出自河南省安陽市西北的小屯村 他們實地探訪,調查遺跡,最終挖掘出雙朝的首都恩去 根據從遺跡中挖掘出的物品和解讀出的甲骨文 推論雙朝出現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但在雙朝之前,難道沒有其他文化存在? 後來終於又在20世紀初,陸續發現早於欣相的文明遺跡 1918年,進行恐龍化石調查的瑞典地質學者 暗特生偶然在洛陽市的東邊 亦即是黃河河岸畫到後來被稱為彩徒的陶器 由彩徒的出土遺跡推斷,它的存在年代應該是較欣相文明更早 這個文明被稱為仰兆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新石器時代後期 原本一般認為中國明明起源於西亞的說法,因此不公自破 生物學者還從仰兆文化的遺跡中發現了 翁形陶器碎片上佔有種子的痕跡 用顯微鏡觀察後,發現是水道的殼 這樣就讓研究人員感到十分驚訝了 另外,被推斷有大規模穿落 而且過集體生活的遺跡中 還發現了大量的豬骨和狗骨 由此可以得知,當時養豬的加速放木活動十分盛行 從出土的石頭和骨製的尖矛以及綠骨中可以看得出 當時亦有狩獵的活動 1922年,安特生博士繼發現彩徒後 又在養兆維子中發現住宅的遺跡 這種住宅是直徑2至3米深0.5至2米的圓形半地下動月 這個遺跡範圍南北延伸達600米 東西達53米是新石器時代單一的部落為止 養兆文化遺跡發現的還不單有這些 1954年,中國科學院挖掘陝西省西安市的養兆時期遺跡 發現了長20米的長方形半地下式建築物 從周圍有各式各樣大小不同的小屋來看 大的建築物應該是公共設施 在各地所發現養兆時代的墳墓 除了極少數的例子外 從陪葬品中看不出有貧富的差異 陝西省寶雞縣的北木嶺圍子中挖掘到400具遺體 幾乎都是以女性為中心的墓地 配裝的人也多為女性 可以證明養兆時期為母系社會 村落的政治組織被認為是由各氏族的長老來管理 村人主要是以種植叔和致養豬犬等加速為生 繼養兆文化之後 黃河下游和長江中下游也發現了不同於養兆文化的 新石器文化的遺跡 這個遺跡以山東省麗城縣龍山鎮中心出土了大量的黑色陶器 這個文化也因此被稱為龍山文化 龍山文化比之前的文化擁有更為先進的建築技術 居民也以牢造為中心 將居住的部分以石灰固定 在牆壁上塗滿石灰來防止濕氣 由此可以得知它進步的程度 用於種植叔和麥的龍具也有很多樣 除了石槽和石超之外 還使用瘦骨和木製的超 而且有石製的菜刀和簾刀 以及用貝類製的刀 遺跡中還畫出了狗、豬、馬、牛、羊、羊等動物的骨頭 與之前的時代相比,種類增加了不少 其中有意馬和牛最為重要 部落周邊的墓地、埋葬方法 亦與前代有很大的不同 社會似乎出現貧富的差距 陪葬品的數量因為墓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 陪葬品最多的有五十多件 少的甚至什麼都沒有 而且陪葬品多數在男性墓中發現 女性墓很少有陪葬品的例子 龍山文化似乎已經變成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了 重要的是從龍山文化的遺跡中發現了占卜用的骨骨 占卜與雙朝的文化有很深的關聯 因此也有研究者提出 龍山文化就是雙朝之前的夏朝的說法 繼龍山文化之後 在黃河流域出現了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 二里頭為止的規模大約是二平方公里 中心地發掘出兩棟大型的宮殿 雖然沒有發現王者的墳墓 但是從出土的青銅器和大型的玉器來看 很有可能這裡曾經是王城 鄰近的二里崗為止 經過研究之後確認爲雙的初期王朝所在 雙初期到中期的政權 歷經了多次的變動 盤庚遷刀到殷虛之前 應該已經遷刀多次了 二里崗為止 很可能也是被廢棄的首都之一